3月7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在谈到爱国者治港话题时 他作出上述表示 梁振英说 西方国家所谓忠诚的反对党 要求是指反对党必须忠于国家 但在香港特区 因为政治环境不够成熟 公职人员中出现了一些非爱国者 立法会员等等 不是一个人 相当多数人 不止一次 相当多次跑美国 要求美国制裁中国 制裁特区政府 这些人不能留在 或者不能进入我们的管制班子 这个也是天经地义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梁振英指出 依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是用法律手段将上述那些不爱国者 排除在管制班子外 我们把有关的选举法 包括香港的本地立法 把它修改了 那么用这个法律 把我刚才说的这类人 把它排除在管制班子外面 有了一个正常的管制班子 有了一个正常的行政立法关系 香港本身的发展 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包括住房问题 我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这些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然后我们就可以掌握国家 给我们的发展寄予 近年来香港出现了 较严重的泛政治化现象 严重冲击经济社会正常秩序 对于香港社会该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 梁振英坦言 不能低估这项工作的困难 这个工作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困难 这个问题还不仅是 说全委员大给我们通过了一个 香港特区政府修改本地立法 这个就完成了 我们还要办好这三场选举 选举委会的选举 立法会的选举 还有行政长官的选举 说我们现在是刚刚出征 还没交锋 要把香港的政治地位 香港的政治 一国两制的本质 然后在这些前提底下 我们要完善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个要向香港社会 国际社会解释清楚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钢要草案 以提请人大会议审查 梁振英认为 十四五规划给了香港很多新发展机遇 如果香港能抓住 就能获得新动力 此外 据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的香港 也可为国家做更多贡献 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有一句就是支持香港 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我带了一些香港方面的专家去青岛对接 青岛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得非常好 香港做这个航运服务业 可以为青岛也做一些贡献 我们双方可以很好的合作 眼前的工作就尽快让疫情过去 使得香港和内地的言语人之间的交往 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我们要做一些调查研究的工作 了解对方在做什么 然后找出一些机遇 就落实 把这些机遇 把它化为相互合作的成果